上回我們講到 在戴玉兒自己擺的仇宴上 信志和皇后拿木宗頂撞起上來 拿木宗不理三七二十一 當眾落了信志的面 信志覺得忍無可忍 站身衣服就掉頭就走 戴玉兒想擰擰他,但已經來不及 哎,想不到想著一家人和和氣氣地吃一頓飯 搞到自己這個仇宴 結果都是這麼不開心 戴玉兒感傷起上來,眼圈都紅了 董婉如見到這樣 就趁著眾人綿綿相翠,沒有住到他 偷偷地起身,就跟著出去 他一路小跑,趕上了信志 跪下拉著他三角,說 哎呀,皇上,你等等,等等 信志的遠餘跪下,就立刻停下來了 哎呀,幹什麼呢,你快點起來 不過你不要勸我 我對皇后實在忍無可忍 皇上 你就算怎麼生氣皇后 但是今天是皇太后的秀賢 皇上女佛咒而去 最難堪那個是太后 我 哎呀,皇上 你以為天下 樹立你孝順的表述 不應該是這麼做的嗎 是不是 難道小小氣你都忍不住 哎呀,順自聽到董彥如這樣勸 想一想,吸一口氣 即時扶起董彥如說 好了 那麼我們回去吧 這邊呢 大玉兒的心就很不舒服 好好地一場仇演 就是這樣弄得不歡而散 連兒子的走完還有什麼意思呢 他沒有心情地將嬰兒交給蘇莫爾 就細細細教訓南木中說 你做什麼呀 你什麼都不明白的嗎 貪一時的口舌之快 當眾落皇上的面 說話又不知分寸 自失身份 哎呀,俗語有說 面是人家給的 但是假呢 是自己刁的 你明不明白呀 南木中的什麼 他嘴一聲都不出 看上去很不服 大玉兒見到這樣 哎呀,連教訓他那部戲都沒有了 冷冷的嘛 算了 蘇莫爾 叫大家散了 坐在那裡都沒有意思 蘇莫爾嘆了一口氣 點了點頭正要宣佈 忽然見到順治走回來 就說 哎呀,皇上回來了 眾人聞聲一望 只見順治恭恭敬地走下來 大玉兒面前跪下 王鶯娘 懾而不孝 請王鶯娘恕罪 大玉兒見到順治 終於都是識大體 回來自己的壽然這裏 還哪裏顧得怪他呀 馬上就笑 不怪你不怪你 快點起身 順治起身坐下 大家鬆了一口氣 面上才有笑意 大玉兒眼角一睞 看到順治進來之後 正是大家看著順治的時候 董彥如先偷偷地 從門口走進來入座 他明白 心很欣慰 當晚 戴玉兒洛玉兒派蘇木兒親自去探董彥如 蘇木兒說 黃貴妃呀 其實我早就想來了 但這次是黃太后叫我來的 董彥如聽到心 一陣驚喜 是嗎 太后叫你來做什麼呀 蘇木兒拿出一個 淺紫色的水晶手額說 黃貴妃 這個紫晶手額 是當年黃太后還在做格格的時候 母后黃太后打賞給她的 黃太后一直珍藏 剛才要我找出來 說這隻手額顏色嫩 適合你戴 現在就打賞給你了 說完以後 雖母要用親手為董岳飛 戴上手額 董岳飛非常驚喜 亦非常感動 蘇木兒 請你稟告黃太后 說奴才叩謝黃太后的恩典 我 我真不知說什麼好了 不用說了 今天皇后實在不成體統 激到皇上掉頭就走 這件事如果傳出去 那就真是鬧笑話 皇太后明白 是你勸回皇帝回來 總算沒有鬧不可收拾 皇太后的心不知多感激你 她說你是個色大體 是個好孩子 奴才真的不敢當 那算什麼呢 皇貴妃總之一句話 日久的見人心 三十年宮中的生涯 什麼奇怪的事我沒見過 其實皇貴妃的性情 和皇太后一定合得來 只不過是因著蒙古那邊 所以皇太后表面 只能對你冷淡一點 這一點 希望你也體諒她 當然 莫莫 只要我能替皇上憤怒 替皇上盡孝 我心滿意足 皇太后有難處 千萬不用顧慮我 蘇莫爾好欣慰地點點頭 拍拍董岳飛的手 黃貴妃呀 總之 我們大家心照不宣 你呀 都快要熬出頭的了 將來 在慈寧宮裡頭 順子一見到大玉爺立刻跪下 婉儒她怕惹人注目 不敢當面向皇太后 多謝你的打賞 現在我替婉儀 多謝皇太后一份意味深長的禮物 婉儒呀 她真是懂得體諒我的心呀 那 皇太后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說 孩兒不懂體諒母親的心呢 我絕無此意的 最多是一時糊塗的 你不是一時糊塗 福林呀 我想你對額良的職縣 恐怕都職了很多年了 是嗎 是不敢 但是老實說 你額良都有很深沉的職縣 今天既然開了頭 想攔也攔不住 我就跟你說一下 福林 你憎多以滾 但是你知不知道 多以滾卻有更多理由 去憎恨你呀 是嗎 明白 你現在 你現在什麼都有了 有愛護你的額良 有天下間最尊貴的皇位 還有 跟你真心相戀的外妃 但是你想想 如果有人在同一時間把這三樣東西一起拿走 那你恨不恨他呀 那自然恨之入骨呀 自然恨之入骨呀 皇帝眼中的是非對錯 和一般人的想法是不同 這些事對他來說 當時理所當然一定要做 但是 他這樣做法 你說多與滾對他的怨恨 是不是黑不明心 難以彌補呢 他很有理由可以恨你的 但是你看他怎樣對你 當年你出生的時候 如果不是他不顧一切派人來救我 我兩母子就無命了 他一力保你登上皇位 他判出性命打下江山 他憂勞各事平定四海 無論他為了誰 誰最後得意的人不是你嗎 你小時候就可以坐在太平天下 最應該感激的人是誰呀 想到這裏 我真是忍不住要為他說他公道的說話 兒子 多爾滾就算有多少不對 但他始終都沒有真的做皇帝 那就算對得你住了 瞬自聽到點點頭 不出聲 大玉兒看看他的臣色 接著說 當然 你可以說你根本不想做這個皇帝 但是 又有誰可以選擇自己的命運呢 可以的話 我都不想做這個皇太后 我寧願做一個平凡人的妻子 又好被多爾滾 他又何嘗有選擇過自己命運的權利呢 你這番說話 說得順自得低頭一陣沉默 過了很久才說 阿娘 老實說 我親正以來 都覺得這個責任很重大 有時 都不免佩服攝政王的智能魄力 你現在佩服他 你知道他艱難 但是你看看多爾滾的下場 著為削了 家產沒收 甚至 還要隔除他的 宗族職位 不承認他是愛新國羅的一縣 但是你愛新國羅王族有今天 這樣的成就 他是不是最大的功臣 而你 當你處置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一點僱情都不念 一個恩典都不給 那你做燈是不是太狠 一個這麼薄情寡恩的皇帝 會有哪個臣子 終於為你賣命 是明白 黃鶯亮 不如 我落到聖旨 穿情開恩 給十四叔一個平反 不行 為甚麼 現在局面剛剛穩定 又突然改變 這等於 自己弄壞自己的莫足 而且 就算平反得身後的虛名 我和他這輩子的冤枉 都永遠平反不了 都永遠平反不了 是 是真的慚愧 你呀 你年輕 你應該懂 但是未懂的事情太多 你最應該懂的就是 人情世古 如果不懂得人情世古 你連人都做不好 那怎麼做皇帝呀 信志這個時候 真是真心的懺悔 他暗暗落了決心 一定去做個好皇帝 不用和顏良 不用遠如他們失望 年輕人 歲月匆匆 幾年過去 信志在幾年來 憂養生息 重開科舉 仿照明朝的制度 制定了很多 有利於民的措施 使得大清朝 的開局局面 越來越穩 也都越來越好 但是信志還是覺得 在有些方面 他們大清 以前元祿的祖祭 和現在治理天下的情況 已經很不同 需要進行改革 但是他們這些改革 他們遭到很多親貴大臣的反對 這一天 在乾清宮 順治整個祖朝議事的時候 他對大家說 前幾天 有人請了首詩給朕看 叫做主竹行 朕念其中的幾句 給眾位卿家聽下 去年人壯金年老 去年人壯金年少 夜良餓死壯荒膠 妻兒賣去遼陽道 朕讀了之後 他心沉痛萬分 百姓有苦難 是朕之過 是朝廷之過 仲位卿家 應該想到一些改革之法 以解百姓於水火之中 在旁邊 鄭親王的大仔制度 即時走出來 很不高興 皇上 這十法師是誰寫的 膽敢非以我們的兄弟法 屠人法 我說 要將這個人作出來 殺頭 政法 順致走走眉頭說 簡棍王 對於朝廷來說 這首詩不是非以 而是 中間之言 圈地法 屠人法 是入關之初 我們大清的弊政 為百姓帶來了幾大的災難 和恐懼 朕早就想 皇上 圈地是祖宗的規矩 有些愚蠢的百姓 不肯服從 培捐逃亡 這樣才有了屠人法 嚴加弟子 我就看不出 這些事有什麼錯 多了 順致兩次地頂撞自己 有些火 但是他還是押著氣 很耐心的 簡棍王 如果你做一個老百姓 辛辛苦苦 還要幾畝田 一家大小 剛剛好夠溫飽的時候 突然間一個晴天霹靂 一個親貴大臣 對大家說 整條村 都被納入圈地 成了他家的奴隸 佔了你的田 還要強迫你做他的奴隸 那你願不願意呢 想要逃走 但是萬一如果被發現 連收留你的人 都要一起被殺 請問簡棍王 如果你是老百姓 你的心苦不苦 願不願呢 制度就說 奴才哪來得那麼多啊 我只是知道 祖宗的法制 是不可以廢除的 白旗親貴仗士 一定要安置 如果祖宗有寧 我想都希望 見到百姓安居樂業 天下太平 他們都想 會贊成朕的想法 皇上你敢這麼肯定嗎 奴才的阿馬 跟著太祖太宗 東正西土 沙場血戰的時候 皇上 你都不知在哪裏 信字聽到 真的忍不住了 他啪一聲 一啪一張桌就要發作 空城仲 空城仲 看見這樣就立刻小聲勸祭道說 緊棍王你說少兩句啦 你這樣頂撞皇上 不可以的 不如就事論事 空城仲 空城仲 你別啰嗦 皇上就被你的藍蠻子戴壞了 信字終於發作了 他說 夠了 朕一向用人為財 無分滿漢 現在大清的天下 如果不是 能夠滿漢一家的話 又怎可以長治久安呢 你出言不信 有為朕之本義 朕問你該當何罪 洪城仲見到今天立刻 在旁邊就做一下和事佬了 他說 皇上色佬 簡棍王 不過一時口快 並無他意 制度本尼 順自本尼想順著這道事 立刻就處折制度 讓其他的親貴大臣不敢出聲 但是一眼看下去 見到那幫親貴大臣 個個都生氣爆爆地看著自己 有些好不服的神色 就勉強按住自己的情緒說 簡棍王 你又馬鄭親王對大清朝勞苦功高 看著他剛剛過世沒多久 朕姑且放過你這一次 重興發落 佛諷一年 以為景悉 順自雖然就是這樣處折制度 但是那幫親貴大臣人人都不服 一個親貴大臣 哼了聲 就對制度說 皇爺 一陣子大家 喝一杯 和你燒一氣 製度說 你這口氣 我怎麼看得下 你看這個皇帝 親近了幾年 就把祖宗規矩 和我們八旗的功勞 全部都忘記了 他都不想 現在到處還有很多反叛勢力 要打仗靠誰 還不是靠我們八旗敬女 難道靠那些藍蠻子嗎 另一個親貴大臣又說 說得沒錯 現在這個皇上 整天都喜歡跟那些漢人學士在一起 開口知乎 埋口者也 沾軟了 臭孫起 我說 祖宗見到 都要痛心疾首 還有一個親貴大臣又說 漢人學士都算了 我說現在 對皇上影響得最厲害的 就是 宮女頭 那個姓董的小南蠻子 日陪夜陪 長此下去 這個皇帝會變成點嗎 祖宗的聲稱 總有一天 我要這幫南蠻子知道厲害 講完之後 另轉身就鄧鄧鄧的走了 順次在朝政上的改革 雖然還不是那麼順利 但是 皇宮後院 他的漸漸太平也上來了 一例 戴玉兒真心喜歡了董遠如 董遠如 為人識做 對其他的妃嬤經常體恤過問 虛寒問戀 對戴玉兒的照顧更加無微不至 對於順治皇帝 他也是每晚辛苦陪伴 一路等到順治 批改完奏章 才服侍他入水 平時 也經常勸他 除了要留在自己身邊 也要多陪陪其他幾個妃嬤 所以宮中漸漸太平也上來 皇后拿木中 雖然經常想發惡 作威作福 害董遠如 但是 又找不到機會和藉口 也只能忍了下來 再加上看看 現在戴玉兒 對董遠如也越來越好 他也開始不敢放肆 怎知這一日 董遠如剛剛在慈寧宮請安出來 突然暈了 嚇到大家手足無操 大玉兒 大玉兒指令的消息 就立刻趕來探望 那邊皇后拿木中忍不住 吵吵吵吵吵吵地衝過來 他說 黃貴妃為何今天沒來來昆寧宮請安 信哲說 你看不到嗎 他的人病了 還不知如何 今天 就算病了 都應該派人來稟告一聲 小童在旁邊說 皇后息怒 一定是春雨 怕他上來一時間想不到 應該派人去昆寧宮稟告 請皇后遙告他這次 拉開 誰要你的死奴才多罪 阿代在旁邊見到拿木中 當著信哲的臉都那麼兇 就立刻說 皇后 有話跟皇上好好說 不要發脾氣 就在這個時候 大玉兒來到 遠如點 聽說仍照了太醫 信哲勉強笑一笑 其實沒什麼的 這兩日背那頭 哎呀 黃額良 你還親黎探望呀 拿木中在旁邊打斷他說 當然啦 王貴妃 換了我呀 就算病死了昆寧宮 可能都沒有人知道 大玉兒聽到拿木中這樣說 當場面色一沉 正想斥責他兩句 就在這個時候 沉澱的門打開 太醫出來了 信哲立刻上前說 黃貴妃怎麼樣呀 快點說 太醫跪下微笑 神恭喜皇太后和皇上 黃貴妃 這個是起麥來的 黃貴妃又起呀 真的呀 你確定了 神有把握 真的是起麥呀 信哲聽到不知多麼高興呀 立刻就衝進沉澱 大玉兒和蘇姆也都鬆了一口氣 大也都開心地笑 唯獨是皇后拿木中 有面色鐵青 轉頭立刻就走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 嗯 你最新的 我看 你最新的 我看